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路导演 演员和电影从业相关人士都汇聚到了1978电影小镇 2017电影嘉年华是分为了电影沙龙和电影之夜两项活动 而这次电影沙龙的主题也是非常的有意思 是大数据时代电影工业的挑战与机遇 针对当今电影行业的发展展开讨论 而我们演员的诞生总导演吴童也参加了这次议题讨论 从电视的角度做了一个不一样的阐述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电影沙龙 近日在广州曾城举办了2017电影沙龙 该活动由南都光源主办 首席合作伙伴陶飘飘 本次沙龙以大数据时代电影工业的挑战与机遇为主题 针对当今电影行业的发展分为四个议题进行讨论 近200人出席了此次活动 包括阿里影业高级副总裁陶飘飘总裁李杰 导演周显阳 李肖峰 First影展创始人宋文 浙江卫视节目中心副主任 演员的诞生总导演吴童等在内的15位影视行业人士 参与了不同主题的讨论 在讨论华语商业电影的类型更新的议题时 李杰指出 所以我对整个华语电影在类型上 我的一个观点就是 首先动作喜剧 言情 悬疑 四大类型 肯定是相对来讲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是主流 当时在原有的大类型里面也不断地出现创新 接着活动就新市场环境下 艺术电影《路在何方》展开了探讨 宋文认为 中国艺术电影创作者 还不能在现有的工业体系里 做出更多打动观众的艺术电影 就是一个国家的电影工业 一定要去支持那些早期的创作者 他们怀揣着对艺术求真的良心 去拍出那些电影来 希望和观众一起去成长 意义就是你不断地一个国家去推广 去支持这些艺术电影 其实是对电影工业是一个书写的作用 金马奖最佳动画电影《大世界》的制片人 主任演员的诞生总导演吴同 跟大家分享感受 在我做综艺节目的角度上 我可能更多的 我会多看一些 电影里边演技非常好 但是观众可能还不是那么熟知的人 我们会把他邀请过来 我觉得在这方面去努力 去找到一些好的演员 他还以老炮为例 进一步进行说明 比如老炮里边 他也有老细骨 也有灵量明星 但是他搭配的也挺好的 两位是怎样看的呢 我觉得不论他是明星 还是不是那么有名的明星 他首先得是一个演员 就是他必须得符合这个角色 他得对这个角色 有他自己的热情 有他自己的爱 这个事对我来说是最重要 把自己的作品 把自己的剧本 写到真正的打动人 我觉得应该是感谢他们 帮我们成就了我们的作品 本次活动的最后一项议题 是电影产业的第三引擎 万达文化集团高级总裁助理 万达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 蒋德富 从影视基地的角度进行了阐述 但是从中国电影产业化 发展进程来看 今后应该是既要有规模 又要有质量 我们还要讲究电影的本质 所以我觉得可能从税务景地来讲 我们更希望 我们所有的越建越好的 大的景地 能够规范化 工业化 流程化 为我们今后整个产业发展 提供一个质量的保证 而南都报信当委委员 南方都市报 常务副总编辑崔向红也表示 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 做出当地的特色产业 能为影视产业链的完善 和实际项目的落地 打下基础 其实影视的特色小镇也是一样的 考量的一个标准 就是它产业 产业链和它的实际 能够落地的情况 我们在其中 起到的是整合资源的 这样的一个作用 活动的最后 经济学家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 管清友发表了主题为 粤港澳 应该有怎样的泛文 与生态链的演讲 所以未来我们的这个电影呢 可能很多会体现 我们所谓粤港澳 大湾区多元文化形态的那种特点 那么 区域的就是民族的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他从实际情况出发 综合活动中 各位嘉宾的观点和意见 提出了详细而务实的建议 为此次电影沙龙 画上圆满的句号 听过了专业人士的这一席话 让我们觉得 电影市场和电视领域的发展势头 一定会是越来越猛的 是的 在沙龙之后 我们的重头戏2017电影之夜 就华丽登场了 我们的电影导演 演员以及嘉宾 也是纷纷地出现在了红地毯上 而这次的晚会 也给观众朋友们推荐了 各类的影片 导演 演员 编剧等 让大家对电影行业 有一个更深的了解 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一起走进 2017电影之夜 感受一下电影的别样风采 电影嘉年华开端于2000年 至今已经有17年的历史 着力推荐每一年度的 华语电影佳作 以及表现突出的电影人 17年来 共颁发200多座奖杯 张子怡女士 已经连续6年 担任电影嘉年华推广大使 每年近百家 国内专业媒体参与推选 累计有400多位 优秀华语电影演员 导演 编剧 制片人 曾出现在历年活动中 获得同行和观众们的致敬 2017电影嘉年华 日前在广州增城的 1978电影小镇盛大举行 该活动由南都光源主办 今年的电影嘉年华 包括了电影沙龙 和电影之夜两项活动 数十位在华语文化影视界 具有影响力的人物 亮相红毯 电影之夜的老朋友张子怡 近期在演员的诞生节目中 担任演技导师 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 她的红毯亮相成为了焦点 希望中国电影发展的越来越好 然后我们有更多年轻的 很棒的导演来填满这个市场 而且我们最近在演员的诞生 这个舞台上面 我见到紫衣姐 其实看到很多的细节啊 就是你非常的用心去鼓励 每个新的演员 我觉得这个舞台 既然我们决定要坐在那里 有了这样的一个资格 我们是要对得起这个 所谓导师的这个称号 所以我相信 不管是多年来积累的经验 还是我对表演的热情 我都希望 或多或少的给 给演员 给愿意进步的演员 一点帮助 对 著名演员 闫衣 举冠文 杨又宁 郎月亭 周秀娜 新锐导演 许鸿瑜等 纷纷亮相红毯 那因为捉腰计 一的成绩很好 那所以对于演员来说 二的压力会不会特别的大 对 我这一次去就是 跟他们玩 玩得开心 然后希望把这个作品 能够很好地呈现给大家 那我觉得 连我去演都是因为 我是周腰寄一的影迷 所以我去演这部戏 所以我相信 周腰寄一的成绩这么好 我相信影迷对第二集 一定会有更高的期待度 周腰寄二呢 会在明年大年初一呢 会在全国各大戏院 跟大家见面 也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 过个好年 看个好电影 今天我能来参加这个颁奖礼 就说明我去年还是有一些成绩 那我明年就再走一走 另外两位年轻演员的到来 也非常吸引眼球 他们是最近在演员的诞生节目里 有着出色表现的舒畅 蓝盈盈 希望能够有机会之后来到 拿着自己的电影作品 来到电影之夜 也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夜晚吧 希望可以尝试更多的角色 让大家在大荧幕上 看到不一样的我 本届电影之夜 从专业人士 媒体口碑 和大数据 这三个维度考量 分别设立专业推荐单元 媒体推荐单元 和大数据单元 推选出在过去一年内 高质量的影视作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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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鸿宇等纷纷获奖 谢谢电影之夜 谢谢喜欢喜欢你的观众 我希望就是把看喜欢你那种幸福感继续拍下去 把幸福感放在电影里头去呈现 谢谢大家 我们有请阿里影业高级副总裁 淘票票总裁李杰 掌声有请 各位来宾 各位亲爱的媒体朋友 在此非常感谢大家历临 1978的电影小镇 能够跟我们一起在这儿分享 每年一度的 南都的这样的华人华语的嘉年华 那么今天我心情也非常的高兴 因为在这里看到了很多 我们一年以来在电影行业的好朋友 正因为我们大家一起的努力 我们为所有的观影用户奉献了最好的作品 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在未来的新的一年呢 有更好的作品 有更好的产品体验 我们的脱单电影院 小剧场 我们的衍生品 都能为中国电影 做我们应尽的贡献 2017电影之夜第二篇章 命名为《演员的崛起》 集中推荐了2017年 有过上加表现的电影演员 那么在正在热播的电视节目 《演员的诞生》中 有非常杰出表现的年轻演员蓝盈应 以及《喜欢你的导演》许鸿宇 有请两位 青年演员蓝盈应 导演许鸿宇 共同推荐了 年度最具潜力演员 大家好 我是许鸿宇 大家好 我是蓝盈盈 首先先恭喜您 刚刚获得了 《喜欢你》 获得了一个大奖 然后我想问一下 您从导演的角度来看 最具潜力的演员 应该具备哪些特点呢 就是当一个演员 要理解他的角色 然后能找到他的内心的 那个潜意识的一个点 我觉得他就能发挥的 发挥得非常非常好 那你作为演员 你又觉得什么样的演员 就是最有潜能呢 作为演员来说 我觉得最具有潜力的演员 不仅仅是在一个作品里面 可以把自己的角色 诠释到最好 而是应该互相成全 然后可以激发对手 大家一起把这个作品变得更好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大屏幕 谁获得了这个最具有潜力的演员奖 年度最具潜力演员 杨佑宁 快去登塔 你好 我是这间酒店的总经理 抱歉 刚才是我们的疏忽 好的 恭喜杨佑宁获得 年度最具潜力演员 请上台接受推委会的致敬 我觉得2017年在最后的年末 能够达到这个肯定 我很谢谢大家 那也希望2018年 这个最具潜力 不会让大家感到失望 谢谢 好的 也再次恭喜 又您也期待 你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下面有请年度专业推荐 新演员的介绍嘉宾 有请多次塑造了 经典角色的青年演员 舒畅 以及羞羞的铁拳导演宋阳 有请两位 青年演员舒畅 导演宋阳 推荐了年度专业推荐新演员 大家好 我是舒畅 大家好 我是宋阳 舒畅作为一个资历很深的老演员 是否还记得当时 作为同行出道时候 一个新演员的感觉呢 当时是觉得 一切都很神奇 而且觉得 就是有一颗充满好奇的心吧 希望跟导演啊 演员老师啊 多合作 多学习 觉得一切都是有新鲜感的 而且非常具有挑战性 那我想知道宋导 您是希望能够和什么样的新演员合作呢 我觉得只要有三点吧 第一个是符合角色要求 第二个就是敬业 第三个就是如果能给片子带来惊喜 那么就一定会跟他合作 好 那么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了解一下 年度专业推荐新演员 请看大屏幕 年度专专业推荐新演员 西德尼玛塔洛 有请西德尼玛上台 接受魁委会的致敬 非常荣幸 获得了本年度 最佳新演员奖 感谢评委 谢谢大家 谢谢 那么接下来的两位揭晓嘉宾呢 一位是香港导演周显阳 而另外一位呢 则是广州1978电影小镇的董事长 李国双 那么有请两位为我们揭晓 年度专业推荐男配角 以及年度专业推荐女配角 有请 有请 大家好 我是周显阳 大家好 我是李国双 希望每一位年轻人在这里 能实现他们的梦想 能在这里 梦的开始 谢谢 现在呢 我们通过大屏幕看看我们这个年度推荐的男配角 年度专业推荐男配角 女配角 分别由林玉智和颜妮获得 谢谢电影 谢谢电影 电影真的是太神奇太美好 谢谢 非常感谢罗曼蒂克的导演成尔 感谢你给我这样一个角色 让观众还有很多业内人士都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我 那是一次非常愉快的合作 希望还有机会与你们再相遇 感谢电影之夜我愿跟随你继续做梦 谢谢大家 好的下面有请资深演员龚子恩 以及南都光源娱乐董事总裁李涛 为我们揭晓年度行业推动典范 有请二位 李涛您好 公姐姐好 大家好 我是龚子恩 我是李涛 那今年的冬天就出现了一个节目 我们在里面欣赏到非常多的 很优秀的演员的诞生 那我们也期待在这个节目的带动下 能看到更多好的演员的出现 那我们一起看大屏幕 了解年度行业推动典范 请看大屏幕 年度行业推动典范 浙江卫视演员的诞生 到时候 我带你去山上看书 这怎么过的这日子呢 这到还结婚了呢 你不是失散吗 你不是要上初衷吗 给我打烊您给我显示 得查 那你撕啊 那你撕 你撕 你撕 扒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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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别别 别别别 我扒动了 给我演信是吧你 扒动了 演不演 我所有这班兄弟的命 都会被日本人给要了去 你兄弟的命是命 我兄弟的命就不是命吗 观众心中 只有一个战鹅 是我 我 我是 航母 这三十二年 妈就守着这些废墟过日子 他就是怕你和爸回来的时候找不到家 他 你别说了 妈 妈我得说了 妈对不住你姐 对不住 妈 对不 妈 有一分钟好不好 有一分钟 妈妈 我才是你妈妈 你还有什么不敢的 我什么都喜欢你 你别大量 你饶了我吧 奴才想救哥哥 可是奴才又不想杀害老佛爷 所以求你了老佛爷 您干脆杀了奴才吧 这样 这是什么意思啊 长命百岁 摇滚 不死 你这瓦根副义的东西 先宰了你 送你上黄泉路 我就算先死 我也在黄泉路上等着你 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 你为了什么 一直在学什么 不就是想学好小提琴吗 你现在说不去就不去了 你到底怎么想的小白 怎么 你再说一遍 我说你爸不是个男人 我说你爸不是个男人 我怎么适应 那你开枪啊 开啊 你别逼我 开啊 开啊 恭喜浙江卫视演员的诞生 有请演员的诞生 主创团队代表浙江卫视节目中心副主任 演员的诞生 总导演 吴童上台接受推委会的致敬 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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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员诞生 其实这个栏目做起来非常辛苦 我要首先感谢四位老师 尤其感谢子怡 因为这个节目 我们跟子怡合作才发现 她太敬业了 大家看到五分钟的片子 可能要拍十几个小时 这样让我们大家也得到成长 另外我也要感谢所有的演员们 和台前幕后对这个节目付出的心血 希望大家支持这个正在成长的新节目 最后做个预告 我们在节目中也请到了陈可欣导演 也希望大家支持可欣导演的100 谢谢大家 好的 感谢也再次的恭喜演员的诞生 那么今天呢 参与了演员的诞生 这个节目的灵魂导师吧 子怡也来到我们现场 那么刚才呢 舒畅蓝音音也是参与到节目当中 其实她每一个人的精彩的表现 都是演员的诞生成功 所不可抹灭的一部分 颁奖典礼第三篇章 《幕后英雄》 这一单元以不同的角度 推荐了在过去一年 有过出众专业表现的编剧和导演 非常感谢这个电影之夜 还有难度能把这么重的一个奖项 颁给我们这一对扎心扎心的导演 我相信对于我们四个人来说 《齐恶于安生》这部电影 不管是从我们作为编剧的职业生涯 还是我们个人的情感生命体验来讲 都是一次特别重要 特别深刻的经历 著名导演陈可欣的登场 备受瞩目 他很努力地去拍这个戏 现在更努力地在做宣传 跑路演 昨天也在这附近 然后回去都半夜了 今天一找飞机就飞到北京 有工作 所以来不了 大家好我是吴俊如 感谢特尔会把这个年部最受期待 新导演帮给我 希望这个小学生导演的第一部作品 100能够不负期待 我要特别感谢这部电影的监制 也是全球最帅气的监制成本 希望你在现场帮我多说几句好话 我跟俊如说 你导演电影都还没上 已经拿奖了 这个肯定以后家里又有一个竞争的对象 比较麻烦 下面我们掌声有请 年度最佳制作机构的介绍嘉宾 南都报系党委委员 南方都市报常务副总编辑 南都光源娱乐董事崔向红 有请 大家好 广州四季如春 有花城的美誉 人美景美 非常欢迎电影人来这里拍摄制作 那接下来为大家推荐最佳年度制作机构 陈可欣再度登场 跟大家分享获奖感受 谢谢南都 真的这个是非常激动 因为近年我觉得这个奖可能是对我们团队来讲是最有意义的 对我更是因为电影永远都不是一个人的事 绝不是导演一个人的事 更不是监制或者公司 是一群人才能把它做出来 然后我们这群人其实已经在一起三五年的十年八年的二十年的都有 其实都累积了很多年的合作伙伴 我们所有的团队其实跟工作人员所有的工作人员 我代表突然谢谢你们 因为我觉得这个荣誉 我们一起来拿这个荣誉 是我今年拿的最有荣耀最开心的一个奖 谢谢 谢谢大家 电影之夜第四篇章《锋芒于传承》 着重推荐了2017年在华语电影领域做出卓越贡献 以及对推动华语电影发展有突出表现的电影工作者 蒋德富严妮推荐了年度专业推荐女主角和年度专业推荐男主角 恭喜年度专业推荐女主角周冬雨 感谢2017电影之夜和专业推荐委员会 授予我的年度专业推荐女主角的荣誉 也感谢七位安生剧组所有的工作人员 共同塑造了这部戏 这个奖是我们整个剧组的 谢谢大家 好的也再次的恭喜周冬雨 那么下面有请年度专业推荐男主角的揭晓嘉宾 实力演员严妮有请 她也是我们很多演员学习的榜样 她的真的很多作品真的是永远的喜剧景点 好有看大屏幕 年度专业推荐男主角 拍得最好 许冠文 一路顺翻 做长途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最重要的不是要找那些新鲜的 穿得亮亮的鞋子 恭喜年度专业推荐男主角许冠文 我拍了很多喜剧 一个掌的拿不到 那么拍一部一路顺风 我会决定 演一个一点点喜剧感觉都没有的找事 就拿到一个珍贵的奖 人生真的很奇怪 当你自己认为最棒的一面 说不定是错的 反而过来说 你自己因为自己最差劲的一面 有可能是你自己最棒的一面 谢谢大家 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是 年度致敬电影工作者 我们要有请揭晓嘉宾 著名导演陈可欣有请 陈可欣导演的推荐 将颁奖典礼推向高潮 大家好 我是陈可欣 这位要致敬的年度电影工作者 是一位我非常非常心想的演员 他最近在节目 《演员的诞生》里面说 做演员要有信念感 我觉得他就是这样一个 把信念贯彻此中的好演员 而且在电影行业里面表现出色 和在海外积极推动华语电影的发展 对我们所有的电影人都是一种激励 然后我自己还想加两句 就是他是我来内地拍戏 工作者 张紫怡 张紫怡 有请紫怡上台接受推委会的致敬 恭喜紫怡 也感谢陈可欣导演 好的 请陈导回位就座 有请紫怡发表感言 最近的各位朋友 电影人 电视工作者 这个行业的佼佼者们 大家晚上好 首先我想说 我从活动开始一直坐在下面 我们坐了差不多有两个多小时 但是我们两位主持人 李欣还有佳慧老师 他们足足站了两个多小时 感谢你们 谢谢紫怡 谢谢紫怡 太贴心了 是这样 我刚才坐在下面 其实我特别感慨 因为我看到了这一年度 在电影行业中优秀的人 包括幕后的编剧 导演剪辑 很多很多优秀的人 其实所有的细节 成就我们的今天 成就所有成功人的今天 我刚看陈可欣导演 他手里拿着这个奖杯 他的手一直在动 我一下子被这个奖杯吸引了 它是一只很漂亮的小燕子 闪着光 但是每一个人 其实无论哪个行业 在你飞翔的时候 你就如同这只小燕子 有的时候天气风和日丽的 你会无忧无力的飞翔着 有的时候你又会碰到雷雨交加 但是我想 只要你坚持翱翔着 你就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谢谢大家 好的 再次恭喜紫怡 请紫怡留步 因为我们要邀请紫怡 为我们揭晓 年度专业推荐电影 有请 今天的活动里 我们推荐了许多不同类型的电影 而接下来要揭晓的 这部年度专业电影 是一部纪录片 在众多电影之中 之所以选择它 我想是因为电影的幻想 也许无边无际 但无论我们关注的是什么 呈现的角色究竟是什么 最终它还是一门 关于人与人之间的艺术 一起通过大屏幕了解 年度专业推荐电影 年度专专专专业推荐电影 日常对话 什么都要买我 有问题 现在是男人的男人 我不知道 应该是男人的 有请黄岛发表感言 作为一个人 你有机会去创作 是一件非常幸运 而且幸福到 我认为是 几乎到奢侈的一件事情 所以很谢谢电影 让我有这样一个机会 然后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分享给我们 也谢谢大家看 大家拍的电影 好 谢谢小朋友 谢谢 谢谢你非常棒 给这次的恭喜黄岛 感谢 两个多小时的 2017电影之夜 用四个篇章的推荐 梳理了2017年 华语电影领域 可圈可点的各项元素 用独具魅力的方式 吸引了行业内外的目光 为美丽的增江之兵 点亮了熠熠星光 在晚会的尾声 还进行了隆重的 南都光源 范文宇产业基金签约仪式 有请四位签约嘉宾 在全场嘉宾的共同见证下 进行签约 嘉宾们的签字 已经出现在屏幕上了 我们也恭喜 范文宇产业发展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 签约成功 电影永远不是一个人的事 是一群人的事 让我们一起期待 明年的电影之夜 期待华语电影之路 越早越远 恭喜演员的诞生 获得年度行业推动典范 我们首次将演技摆上台面 而且是获得了观众的认可 当然了也要恭喜 获得推荐的电影导演演员和编剧们 感谢大家给我们送上 那么多优秀的作品 本次2017电影佳年华 举办的是非常的成功 我们也非常期待明年的盛会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 好看中国来的全部内容 再次感谢您的收看 不要忘了每周五晚的21点10分 要锁定这家卫视收看梦想的声音 当然了也要记得锁定 每周六晚22点播出的演员的诞生 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